简单有趣的民营梗图不只吸引民众目光,也容易在网路上广为传播。 中加宽评,攜手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与白丝带关怀协会, 举办2022元宇宙媒体试读民营梗图创作比赛, 透过简单有趣的民营梗图推广媒体试读。 我们这一次的元宇宙媒体试读的民营梗图的创作增见, 其实是邀请社会大众还有高中职以上的具学生身份的一些关心 整个元宇宙趋势发展的人都可以来做创作跟投稿。 在这个创作民营梗图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反思目前整个资讯社会的一些新兴现象。 那当然我们也很谢谢这一次的这个民营梗图的增见比赛, 其实除了由政大的大学社会责任办公室跟实验室, 那我们另外也很谢谢是由中佳的宽屏公司 还有这个白三万卫协会一起来协办。 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用创意跟美感的方式来思索元宇宙的未来。 其实很有趣啊, 我觉得在不是只有政策上面, 包含所有的社会事件, 现在的网络上的网友, 他们都会有许多用自己自创的方式去透过也许是漫画, 或者是重新再创二创的方式去呈现一些社会上很莫名其妙, 或是很荒谬, 或是很有趣的现象, 甚至可能一些工部门也来做政策的宣导。 那当然我们在这一次也希望说用这样比较有趣, 但是又兼具美感跟反思的方式来做这样的民营梗图的创作的增见。 当然也希望来参与投稿的人也能够要注意到智慧财产权的一些问题, 那大家一起来关心。 此次创作比赛同时也结合时下最夯的元宇宙议题, 从网络到元宇宙要在数位时代中健全媒体素养。 元宇宙其实这样的概念是由跨国的一些科技软体公司, 还有游戏业者所提出来, 那这当中其实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认为它是一个未来20年的趋势, 那台湾在这里到底有没有角色可以扮演, 所以其实是充满期待, 但是也充满问号。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其实这是化国社群平台为了要集资的一种说故事的方式, 所以表示说它可能是一个虚幻的, 那我觉得不认它是真是假, 那可能在20年后, 也许现在直接就是一个虚拟实境的一个游戏空间,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当中可能牵扯到的各自隐私, 或者是一些人权的议题, 也可以在这一次元宇宙媒体试读的这个创作当中, 提供大家一些省思的机会。 中佳宽平致力推广媒体试读, 四年来办理超过200场活动, 这回赞助2022元宇宙媒体试读民营梗图创作比赛, 希望透过各种方式唤起社会大众关注媒体试读。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